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分别是飞龙 灵动 幻树 这三款鞋型的鞋底都是一样的 飞龙和灵动是传统的鞋带 幻树则是免系鞋带的专利技术 同时我们还有两款铜鞋 小幻树和小飞龙 小幻树铜鞋的鞋底是没有做鞋弓保护的 因为小孩子的脚比较小 做这种鞋弓保护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除此之外 球鞋的整体用料 做工 品质 以及功能和成人版的换术是完全一样的 而小飞龙则是使用了连合式的鞋带方式 因为我们考虑到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 细鞋带有些困难 那采用这种快速鞋带系统就更加的容易穿戴 也更受小朋友和家长的亲爱 那么这几种款式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 都是非常不错的 师傅是非常喜欢换术的这种免系鞋带系统 因为以往穿这种传统的鞋子 这种鞋带系起来很麻烦 而且这种松紧度也很难调节的很舒适 因为运动鞋和一般的休闲鞋它还不一样 因为我们穿了运动鞋以后是要进行激烈运动的 所以鞋带的松紧度如果调节的不好 会觉得这个脚比较脏难受 而这种传统的鞋带在调节松紧度的时候又很麻烦 要一点点的去调 所以经常会花费我很多的时间 而有了换术这样的免系鞋带以后 我轻轻的去转动这个旋扭 就可以将整个脚掌的松紧度调节的非常适中 最关键的是穿这样的鞋子在球馆打球很拉风 往往会吸引来大家的目光 特别是妹子看到以后 你这个鞋子很有意思的嘛 怎么没有鞋带呢 是吧 这不就轻易的撩到了一个妹子嘛 有的球友也会担心这个鞋带会不会穿几个月就坏了 师傅可以告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我们在实验室当中经过了高达10万多次的压力测试 都是完全不在话下的 我们目前销售出去的2000多双素伯特运动鞋呢 还不到三双的不良率 所以这个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如果真的有出现损坏的问题呢 我们是终身保修的直接给大家换新的免鞋带系统 当然一双球鞋你也不可能说穿一辈子 但这也足以说明我们对素伯特乒乓球鞋的质量是非常有信心的 素伯特的外观设计是非常时尚的 穿到脚上就感觉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 鞋面采用全方位透气孔设计 打球的时候呢可以最大程度保证我们双脚的透气和干爽 不会出现臭脚的这种情况 整个鞋面使用的是一体成型的TPU环保材料 透气性韧性更好 市面上一般的运动鞋呢 使用的是低成本的合成格或者是帆布 合成格我们知道是比较硬的 那么你穿在脚上去跑动或者是去移动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造成脚下的损伤 鞋子的使用寿命呢相对而言也要短很多 我们看到像这样合成格的运动鞋穿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穿时间长了以后呢 鞋子表面就会有很多的褶皱 看起来就非常的旧很难看 而且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说一个新的运动鞋 我刚买回来穿的时候感觉是很合脚的 但是呢我在穿了一段时间以后 鞋子被我越撑越大越穿越松 就感觉这个鞋子穿不住脚了 这就是由于鞋子材料的支撑不足 容易导致变形 所以它的使用寿命非常的短 这种合成格的运动鞋 差不多你穿个一连左右就报废了 而我们苏伯特运动鞋使用的是 千元以上的顶级运动鞋 才会用到的一体成型的TPU材料 它使用的是先进的一体激光成型技术 那么整个鞋面它是没有任何拼接的一体成型的 所以它的整个鞋型是非常牢固的 苏伯特运动鞋在你穿一年五年还是十年二十年 它都不会变形 好 再来看一下 这是市面上的帆布运动鞋 那有的用户呢 喜欢穿这样的鞋子 因为它觉得比较舒适透气轻薄 但是帆布的运动鞋呢 严格意义上面来讲 只能算作休闲鞋 帆布球鞋对于双脚的支撑力不足 所以你在赛场上移动的过程当中 你会感觉到顿挫感 你会感觉到不适 也非常容易造成运动损伤 特别是造成怀关节的受伤 而苏伯特球鞋既保证了球鞋的轻柔透气 也给予了双脚强烈的支撑感 采用了自然弧度的一体成型技术 所以平时你穿起来的时候呢 非常的舒适透气 就算你平常不打球的时候 日常的时候穿也是很舒服的 鞋面最薄的地方呢 仅只有一毫米 所以球鞋的柔韧性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 能把球鞋折叠成这样的程度 一般市面上的球鞋是做不到的 所以苏伯特球鞋的柔韧性好呢 我们一般穿在脚上 就不会有那种压迫感和紧迫感 那么你在打球时间长了以后呢 不会感到双脚很难受 这样运动员在赛场上跑动起来呢 就更加的轻便自如 跑动起来就更加的轻快 我们再来看一下鞋底的设计 鞋底呢可以说是一双鞋的灵魂 我们前面介绍了 这是一款发烧级的乒乓球专业运动鞋 那到底专业在哪里呢 好的运动鞋我们要考虑它鞋底的防滑 抓地透气性还有减震效果 我们知道乒乓球运动呢 是需要左右前后快速移动的 所以鞋底的抓地力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的鞋底打滑 你在一跑动的时候呢 你的双脚非常的容易扭伤 我们知道乒乓球的发力下盘一定要稳 如果说你的双脚抓地不稳的话呢 你整个上肢的发力就会不充分 下盘如果不稳的话呢 你整个机球的稳定性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在那种篮球场一样那种地板的 这种地面 它比较滑 你去打比赛的时候呢 经常这个脚下打滑 跑的时候甚至容易摔倒 那所以有的人就在地面去泼点水 去增加通过这个水和地面的这种联合力 来增加这种抓地力 然后没打几个球呢 这个脚就去沾一点水 然后再打 而我们素伯特的运动鞋呢 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鞋底采用的是水纹防滑设计 鞋底自身就有超强的摩擦力 就算在光滑的木板地面 也可以保证出色的抓地力 市面上很多运动鞋呢 虽然鞋底也有这种类似的防滑设计 但大多数呢都只是做一个外观的效果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呢 却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 所以大家在网上选购运动鞋的时候呢 一定要自己试 穿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 我们素伯特的运动鞋呢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别听我好像在这里吹牛逼一样的是吧 回去穿了以后呢 感觉不是那么回事 只要你穿着不满意 在收到货后15天内 我们是无条件推款的 那乒乓网呢也在此承诺 在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 我们包换新 我相信在全宇宙 没有第二个商家敢如此承诺 说到运动鞋啊 其实很多人都不够重视 随便买了一个球鞋就穿着去打球 因为乒乓球不是站着不动去打球的 当然有些初学者刚入门的 可能你站着定点回拍就够了 水平越高的运动员 对于脚下步伐的要求越高 专业的乒乓球运动鞋 对于我们脚下的步伐提高 以及脚下的发力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那到底什么样的乒乓球鞋 才能够算作专业乒乓球鞋呢 下面我们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我们先看到这个位置 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圆形 这是采用了360度阶梯防滑设计 因为在乒乓球运动当中 使用最多的是侧向移动以及蹬地发力 而这个蹬地发力的着力点呢 就是在我们脚前掌的内侧 所以这个位置呢受到的压力是最大的 摩擦的频率也是越高的 所以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切面的阶梯式的防滑设计呢 我们在蹬地的时候 在我们侧向移动的时候 这里的着力点就会更稳 发力的时候呢也会更充分 不少业余爱好者和专业运动员反馈啊 穿了我们素伯特的运动鞋以后 在打比赛的时候啊 右脚蹬地发力的更稳了 双脚在进行重心转换的时候更快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主底的防拉伸保护设计 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黑色的部分 我们这里进行了特殊的足弓保护处理 因为我们知道在侧向移动和蹬转发力的时候 足底会产生扭曲 而普通的球鞋呢 在这里就没有足弓的防拉伸保护设计 所以就非常容易造成脚踝的受伤 因为这个足弓保护的设计呢 工艺非常复杂 会大大的增加球鞋的成本 所以一般的运动鞋呢 为了节约成本压低价格 就放弃了足弓的保护 然而这样就给我们使用者 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专业的乒乓球运动鞋的鞋底材质 硬度厚度还有纹路大小的设计 以及纹路的走向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像这种大齿橡胶底啊 它注重的是向前方方向的移动 像这种登山鞋 跑步鞋 户外运动鞋 其实是不适合用做乒乓球运动的 因为跑步登山的时候呢 注重的是向前方的运动 所以这个鞋型的设计呢 也是前低后高的 那么你穿这种运动鞋打乒乓球的话呢 你的重心就会往前去扑 导致人的重心不稳 影响你的发力 影响你的快速移动和还原 而我们素伯特的运动鞋 大家看到啊 这个坡度就没有这么抖 所以你穿了以后呢 重心就可以控制的比较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鞋底的侧面 有很多非专业的乒乓球运动鞋的鞋底啊 这个侧面几乎是平行的 而穿这种乒乓球打球的人啊 是大有人在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因为穿这样的鞋子极其的容易 导致脚踝的扭伤 因为如果鞋底的侧面是平行的话 你在侧向移动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的脚啊 被地面狠狠的拖住了 因为我们知道乒乓球当中 用的最多的是什么 侧滑步 很多步伐是贴着地面移动的 而不是说完全离地了移动的 如果说鞋底把地面咬得太死 当你进行大的跨步 或者进行大范围移动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脚撇成了这个样子 你穿非专业的运动鞋 很容易造成膝盖和脚踝的受伤 而这种损伤是不可利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足后跟的设计 我们知道在乒乓球运动当中 经常会有跺地发力的这种动作 比如我们发球的时候 还有我们发力扣杀的时候 都会经常地进行跺脚发力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体验呢 当你练习了半个多小时的发球 当我们这个发球是一边发 经常会跺脚的时候 你练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啊 你会发现你的脚后跟非常的疼 甚至说你走路都走不了了 这个师傅是有亲身体验的 因为我拍全民学乒乓发球片的时候啊 这个录视频的时候 就是跺脚反复的去录 录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呢 录的时候还感觉不到什么 录完了以后 我发现我根本没法走路了 这个脚疼呢真的是站都站不出来 当时我穿的就是某品牌所谓的乒乓球运动鞋 但是它没有足后跟的这种保护设计 所以你长时间的跺脚蹬地的发动以后啊 感觉这个脚后跟真的是很疼痛 因为我们知道跟腱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很容易受伤的 特别是打篮球啊羽毛球的 当你跳起来然后落地的时候呢 容易导致我们跟腱的断裂 那跟腱断裂呢也是一种不可力的这种损伤 有的球友这个跟腱断裂 做完手术接上以后啊 他再也不敢剧烈的进行运动了 所以我们素伯特运动鞋足后跟的这个位置呢 进行了加强的保护 师傅也亲自体验过 发球跺脚三十分钟以上 脚底再也没有这种疼痛的感觉了 所以说一双专业的乒乓球运动鞋是多么的重要啊 当然我们除了平时打乒乓球穿以外 打羽毛球网球穿我们的素伯特运动鞋呢 也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几项运动呢脚下发力方式和移动方式都是差不多的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鞋底的透气设计 有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你打完球以后啊 把鞋子一脱脚一拿出来 顿时你感觉睁不开眼了 那个味道啊酸爽刺鼻是吧 这个师傅是深受其害啊 以前的一个队友每次训完练 回来就是不是很累吗 把鞋子一脱 哇那鞋一脱以后 我感觉整个人就没法呼吸了 你知道吧 那味道就好比一百碗康师傅老坛酸菜牛肉面 外加五百包芥末的味道 我的妈呀那蚊子苍蝇都被熏死了一地 教练进我们寝室都要戴防毒面具才进得来 所以一双好多运动鞋 它的透气性是多么的重要啊 这个透气性不是说你在上面打几个孔 是吧你的脚就不臭了 你的脚臭是因为你的鞋底不透气啊 你的鞋面上开再多的孔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看到 素伯特的鞋底啊是进行了开孔的设计 而这个孔开的不是一个两个 在脚前掌的这个部位呢 我们开了三个小孔 在鞋底的这个位置呢 开了一个大孔 这个孔和球鞋的内部是完全通连的 所以当你运动的时候呢 你脚上的热气会非常快的散发出去 热气散发出去了 你的脚底自然不会很湿热 不闷热的话呢 你的脚就不容易凑 我们再来看一下鞋垫 素伯特球鞋的鞋垫和一般的鞋垫也不一样 可以看到它好像球鞋的鞋底一样 它的后面呢是有一定弧度的 这种设计呢和我们的脚型是完全贴合的 这样你穿上球鞋以后呢就会觉得很舒适 不会觉得两侧有空空的感觉 我们鞋垫的这种泡沫呢也不是那种软的泡沫 它是有一定的支撑力的 所以对我们整个鞋型的支撑呢也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鞋垫的根部呢我们也进行了加护的设计 这也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跺脚发力的时候 对我们的脚后跟的保护更好 鞋垫做得好才能够把这个鞋子的舒适度做到最好 才能把它的功能体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脚底的透气 如果你鞋垫不加透气孔的话 你看很多鞋子是没有透气孔的 其实就简单的几个小孔对不对 它没做 那有了这个透气孔以后呢 它的这个脚气才能够排出去嘛 热量才能排出去嘛 对不对 好再来看一下底部 你看一般鞋子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泡膜 对吧 然后又很薄 这个呢很厚 你可以看到是比较厚的 然后呢前侧还有这个缓冲带 缓冲的设计 因为我们打平方球脚掌的这个着地力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里加了一个缓冲垫 然后脚后跟这里稍微的是加厚了一点 因为我们脚后跟有时候登地发力的时候 对吧 特别发球的时候登地的时候 这里厚一点可以加强一个缓冲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苏伯特专业乒乓球运动鞋 也欢迎乒乓球爱好者和专业运动员 一起来尝试一下我们的运动鞋 相信您穿上它以后跑得更快了 拉球发力也更加充分了 我们也祝愿大家穿上我们苏伯特的运动鞋以后呢 都能够掌三分球 作为中国品牌呢 我们也立志于打造国际级的高端乒乓球专业运动鞋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在某些地方哪里 苏伯特专业表论 合战 红文静 正在理论 永远 以本人们向名鞋 拍 quedında 立贸